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安装好个node这样一个技术的环境 这节课我们就去构建 当前我们这节课程的一个开发环境 前面我提到过 我已经事先在npm上面 去构建好es这样一个交手架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去通过这个交手架 就能够初始化当前我们这样一个项目 当然安装的命令还是前面讲过的 npm这样一个包管理工具 install 安装 杠记叫做全局的 然后安装出来这样一个包 这个包的名称我怎么知道的 当然这个包是我自己封装的 比如说大家想找一些包的话 怎么去找 大家看我们可以打开设计器 我们还是先打开百度吧 在百度里面我们输入npm回车 这边有个网站叫做npmgs.com 这个网站上面所有的包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npm这个命令去安装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边可以搜索一下 我们刚才那个包的名称是不是就叫做imoc 然后es-cli 大家看下面这个就是 然后点进去 大家看当前这个包最新的版本是1.0.3 然后其实就是我去开发的 这就是我自己写的一个 这边是不是就会有对应的安装的命令 对吧 当然我们通过这个命令就可以去 把我们这个包进行安装 如果你是Mac电脑的话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速度 因为这边是杠记全局安装 还是要打开我们的终端 当然如果你是windows0的话 只需要按住windows键 再按住r就可以 然后输入cmd回车 就能够打开一个命令行工具 我们这边安装命令是速度 因为我是Mac电脑 windows0是不需要速度的 然后npm install 其实install这个单词 有时候会拼错对不对 它其实可以简写成i 但是大家注意 如果你用i这个命令 报错的情况下 就说明当前node的版本过低 只有新版本的node 才支持i这种写写的方式 i就代表install 然后-g 我们的包的名称 是不是叫做 imoc-es-cli回车 这边需要输入我电脑密码 这个时候 它其实就会从我们 npm这样的镜像源上面去下载 当前有这样一个包 我们上几个课已经讲过 nrm去切换我们的镜像源 对不对 其实我当前这个镜像源 对应的应该是我们淘宝那个镜像源 一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镜像源安装的速度会快很多 只要你出现这样一个时间 就说明当前是安装成功的 如果有同学发现你安装的时候 这边报过很多错误 首先你需要确认当前你的命令 是否有输错 只要你确保当前命令 没有输错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再重新的安装一遍就可以了 大家只要按键盘上这个按钮 就能够调出上一次的命令 然后你再回车重新安装就可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前我们镜像源 nrmls 当前我使用了是不是淘宝镜像源 所以说安装的速度还可以 然后我清一下屏 清屏的命令叫做clear 当然Mac电脑就是clear 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的话 清屏叫做cls 这个命令还有点差别 对不对 大家要注意 然后当前我们怎么能看当前我们iMoke ES CRI这个销售架是否有安装成功呢 我们只需要这样 我们输入刚才那个包的名称 ES CRI 然后杠杠注意这是两个横杠 Warrant 版本的意思 回车 大家看当前我们安装上最新的1.023这个版本 只要输出版本号 就说明它是安装成功的 当然杠杠Warrant也有检显的方式 大家看 可以一个横杠然后大为 注意一个横杠大为 也是能够输出对应的我们这个版本号 然后这时候 大家看当前我的命令 是不是在我们当前这样一个默认的一个 文件夹当中 对吧 我想去查看一下 都有哪些文件夹 比如说我通过LS命令 就能够查看到当前Moke下 所对应的文件夹 我是Mac电脑 所以说是LS 如果大家是Windows电脑的话 应该是dir去查看 然后我想在我们的 桌面上去创建当前我的项目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CD是进入的意思 进入当前我desktop 叫个文件夹 因为我希望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去创建当前我的项目 大家看 这时候的命令行 是不是就切换到desktop 这个文件夹下面了 然后大家进入这个命令 Amoke 还是Amoke -es-cri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h的方式 h其实就是help 帮助的意思 去查看一下 当前这个命令 到底包含哪些命令 是可以我们使用的 比如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有个用力 对不对 然后命令 下面就是command command到谁 我们可以e8 去处实化我们一个新的项目 当然也可以用i 这种简写的方式 我再清一下评吧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们通过e8的方式 去处实化 我们的项目 在我们的桌面上 这时候它提示你说 你需要输入一个 当前项目的名称 大家注意 这个名称一定要是英文的 你千万不要叫中文 比如说我们就叫 MUK的es的一个demo吧 然后回车 这个名称大家自己写 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正在下载模板 很快 然后显示出一个新项目 已经处实化完成 只要你能够看到这句话 就说明当前你的项目 是处实化成功的 大家能看到 我的桌面上 是不是多出一个文件夹 这就是当前我们项目的 像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需要进入到项目 还是CD 当前项目名称 我就直接复制过来吧 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面去 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需要安装 当前这个项目 所对应的 应该的包 怎么安装呢 通过NPM install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NPM i 这样的简写的方式 去安装 大家看我这边 安装效率还是挺快的 这其实都跟我们前面讲的 切换那个镜像源 是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 前面那个NRM 去安装一下 然后我们再稍等一下 只要能够输出一个时间 然后前面没有什么 arrow 没有错误 就说明是安装成功的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启动我们的项目 启动项目的命令 叫做NPM Run Start 回车 就能够启动我们的项目了 大家看这边是不是出现一个编译成功 就说明是成功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面也没有包错 当前我们的项目是运行在这个地址 而GDP GoGoHost8080这个地址上面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地址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的在网页上面看到 PAMO IQMAScript 这个字不串的话 就说明我们当前的项目已经成功的运行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代码结构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项目当中的一个开发工具 叫做VSCode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可能都用过 没用过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打开摆动 然后搜索VSCode 回车 这里面的第一个就是 VSCode其实是微软公司推出的一个这样的免费的开发工具 它非常的好用 很轻便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插件 去更加强大它的功能 这边呢 它会自动的识别当前你操作系统的版本 只需要点击这个按钮 就能够直接下载对应的版本 在这个一面 在这边就会自动下载 下载完成以后呢 大家只需要已经够的下一步就可以 这个里面也不需要什么配置 我这里面就不衍生了 当我们按完VSCode以后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图标 就可以把我们的代码直接拖拽到VSCode里面 这样的话就能够打开我们当前的这个代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个结构 大家看 最上面有一个叫做Bale的文件夹 这下面一共对应的四个文件 这四个文件呢 对应的都是Webpack的配置文件 因为本门课程的重点 我们需要放在ES这些新的语法上面 所以目前为止 关于Webpack这些文件的配置 暂时先不用关心 当然我相信很多小伙伴 都有这种作严精神 也想学一下Webpack 没有关系 在我们课程的后面 我会给大家讲解 我们当前这个项目的结构 是怎么样去创建 以及每一个配置文件 是如何配置的 这个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会有讲解 大家先不用着急 再往下呢 Note Modus 其实刚才我们在安装项目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部的命令 叫做NPM Install 其实这个命令的作用 就是在安装当前我们项目 所依赖的包 这些包呢 就会被安装在 Note Modus 这个文件夹下面 再往下SRC SRC呢 指的就是Source 原文件的意思 这里面有一个 Index.html 大家看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Hello ECMAScript 就是这个HE标签 所输出的 在它下面呢 还有一个文件叫做 Index.js 这里面的代码 会被WivePack 打包 编译 大家注意 SRC下面的GS代码 会被WivePack 打包编译 这个呢 都是我事先在WivePack里面 配置好的 大家看 我这里面有段代码 这个其实是ES6的代码 箭头函数 和一个新的生命方式 at 虽然可能我们现在还没学 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函数作用很简单 就是求出两个数的和 我现在求的是 4和5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打开六感器 打开F12 开我这工具 我们能够看到 这边是不是能够输出9 也就是4加5能于9 对吧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当前这个9 到底是ES5的代码 计算出来的 还是我们ES6 这个新的语法 就计算出来呢 怎么看 大家看这里 我们点开这个sauce sauce其实就是源头的意思 这个里面呢 其实会显示出 当前经过WivePack 打包编译的这些代码 一般我们自己写代码 都是在这下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这边 var sum等于一个function function里面return x加y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 这个语法 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常用的 最基础的 这种ES5里面的方法 的定义方式 对吧 所以大家能看到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把 index.js当中的这段代码 当然这段代码是ES6写的 已经成功的转化成 能够标准器所识别的这种ES代码 并且执行 说明我们的WivePack 是配置成功的 这是src下面的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 我这里面还有个文件夹 叫做static 这个单词叫做静态的 在讲下一节课 light和抗词的区别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代码 会在stack里面去创建 为什么会这样 我需要解释一下 static下面的文件 并不会被WivePack 打包和编译 它会被直接复制到 我们的生产环境当中 也就是我们上线的时候 它会被绝缝不动的复制过去 经过WivePack 打包编译的代码 它里面的一些gs的作用率 和正常情况下 我们想看到的作用率 会有一些差别 如果我们有些例子 在WivePack的环境下 去演示的话 那么我们并不能够看到 这种原汁原味的gs代码 是如何执行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把代码 写在static下面的话 它并不会被我们的WivePack 打包编译 当然这个我们在讲 后面的例子的时候 我还会再强调 大家先不要着急 下面gitignore 这里面其实就是关于 git的配置文件 这个文件的作用 就是我可以配置一些 忽略的规则 符合规则的这些文件也好 或者文件夹也好 就不会被上传到git上去 在下面这两个文件 pygager.json 和pygager.json 它都是针对于 我们当前项目 所应该的包 进行管理的这样的 配置文件 WivePack 文件就是对于 当前项目的一个说明 OK 这个就是我们 整个项目的基本结构 下面我们对 这节课讲的课程 进行一个复习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 npm install-g 去安装 当前我站的交手架 安装好以后 我们需要通过CD 进入到 你用处置化项目 这个文件夹 刚才我是不是CD到 desktop 我的桌面上去 因为我想把我的项目 创建在我们的桌面上 然后我们通过 imoc encry enit的命令 去处置化 当前我们的项目 然后提示我们 需要输入一个项目的名称 注意项目的名称 一定要是一个英文的 大家千万不要输入中文的 这个名称搭自一起 当我们输入完项目名称 回车以后 如果你能看到 这样一个绿颜色的一句话 就是新项目 已经处置化成功 那就说明 当前你的项目 是处置化完成的 我们再通过CD 这边指着项目名称 注意 这个名称 跟你前面输入的 project name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才行 进入到以后 我们输入 npm install 安装当前 我们这个交手架 所对应的 应该的包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通过 npm run start的方式启动我们的项目 然后如果你能在 email上面 看到 hello icomr script 就说明 当前你的项目 是安装成功的 OK 那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 如何使用 我自己构建好 这样的交手架 并且我们学行了 如何使用 这样一个交手架 去初始化 当前我们这个项目 而且我们看到 6暗器里面 真正运行的 是不是 ES5的语法 这个也完全符合 上节课 我们讲了一个国际关系 那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就要正式 进入ES新的语法的世界了 大家现在也需要 按照刚才我的操作 去在你的电脑里面 把这样一个交手架 去安装好 并且也同样的 去初始化 这样一个项目 下节课呢 我们就基于这个项目 去讲 ES新的语法 大家加油吧 我们下节课